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合适 结果邮件改了又改 发出去以后忐忑不安 或者你选择自己硬扛 没有问清楚上级的具体需求 也不好意思请教其他同事 自己网上搜索年会方案 花了好几天准备出了一个方案以后呢 结果上级看了以后很不满意 或者你找了上级 自责地告诉上级 这个事情自己不会做 很明显这些做法都不能很好地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 甚至会给上级留下不好的印象 那么当你想很好地完成上级交代的工作 又感觉无助的时候 应该怎么做呢 你啊 应该主动寻求上级的帮助 因为一方面啊 每个人都需要帮助 虚心请教上级 得到你所需要的支持 这并不代表你的能力不足 相反 上级呢 会认为你是一个负责任的好下属 求助呢 能帮助你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顺利呢 完成任务 事实上 和上级保持良好关系 是你和你的团队开心成长和事业成功的关键 主动求助和上级及时进行沟通 也可以有效地避免后续由于沟通不畅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 另一方面 你在求助上级的时候 也是给上级一次成长的机会 帮助他成为更好的负能型的领导者 正如你平时支持上级一样 你的上级也应该为你提供辅导和支持 那在工作中 怎么通过提问主动求助上级获得支持呢 首先 你要考虑清楚下面是个问题 第一 这个任务你的角色是什么 这个提问是让你认清自己的定位 这不是推卸责任 而是让你思考你需要从哪一个角度开展工作 比如刚才年会策划的一个案例 你的角色可以是项目发起人 参与讨论者 具体方案策划者 方案落地执行者 如果不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 工作方向就会发生偏差 或许老徐呢 只是希望你做发起人 组织其他更有经验的团队成员 来参与讨论和实施 第二 这个问题紧急重要吗 如果这个任务属于既重要又紧急 你就需要立即寻找帮助 如果不是 你可以自己先进行一些准备 或者请教一些其他同事的意见 然后再去寻找上级的帮助 第三 你要问自己 什么时候最合适寻求帮助呢 你可以提前和上市预约 避免上级明显在忙碌的时候去找他 你可以这样询问 许总 针对年会方案 我有些问题想要请教您 您什么时候比较方便呢 第四个问题 你可以这样自己来进行提问 什么样的沟通渠道最合适呢 电子邮件可以避免面对面的尴尬 也可以提供详细的背景信息等 但缺点呢就是不够及时 你可以在任务不太紧急的时候 采用这种方式 但是当任务紧急要重要的时候 建议你最好还是和上级面对面进行沟通 如果是和上级见面 你可以按照以下三个步骤来进行提问 第一步 你要确保自己清楚地发现问题所在 你要收集事实 要问自己这么几个问题 比如 问题出现的背景是什么 在刚才的案例中 你可以这样开场 许总您好 我想了解一下年会的背景 您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吗 你也可以问问题解决的理想结果是什么 比如你可以这样请教老徐 徐总请问这个年会需要达到怎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当然你要清楚了解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你的困惑 比如你对上级布置的任务 是没有清楚自己角色的定位吗 还是自己确实没有能力承担这个任务呢 这个呢 你需要向上级进行澄清 那么第二步呢 你要描述你为解决这个问题所做过的工作 你要和上级汇报事情处理的一个进展 这样呢 即使暂时遇到了问题 也会获得上级的一个理解 如果准备几个可以供上级参考的解决方案 那样会更好 也会方便上级给予评估和反馈 比如你可以这样说 许总关于这个任务 这是我目前所做的工作 根据公司人员和预算情况 我做了一个年会项目概要表 和大致任务分工执行表 您看一下可以吗 第三步 你要尽可能的具体说出你所需要的帮助 对所需要的帮助的描述啊 你可以运用5WEH的方法 把话说清楚 比如你可以这样问 许总关于场地 我们有两个方案 一个场地呢超出了预算 但是呢 场地看起来很宽敞 完全可以满足我们活动的要求 还有一个呢 是在预算范围内 但是呢 看起来会有点挤 您怎么看 你还可以这样问 许总关于年会项目 我想请工会主席承担具体的组织工作 毕竟他这方面更有经验 您觉得可以吗 或者在具体成员的任务分工上 您有什么建议呢 这里提醒你哦 和上级沟通的时候 你要随时做记录 当获得上级的建议后 及时记录 避免重复 寻求帮助 还有 你要多请教上级解决问题的角度和方法 而不是让上级 事无巨细地交给你具体的答案 你也可以灵活使用之前的 提问框架六步法里面的提问技巧和上级对话 更好的发现问题 找到解决问题的策略 最终落地实施 好 让我晓得一下这节课的要点 每个人都需要帮助 虚心请教上级 并不代表你工作能力的不足 向上级寻求帮助 不仅可以有效解决 我们工作中遇到的难题 帮助我们更快的成长 也可以帮助上级 成为一个更好的负能型的领导 那么向上级寻找帮助 获得支持 你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来实施提问 第一步 你要确保你能清楚地发现问题所在 第二步 描述你到目前为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做的工作 第三步 你要尽可能地具体说明下 你需要的一个帮助是什么 那今天的课程就非常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听 你已经结束了 下集向上管理场景的练习 下一讲 你将开始提问第四个场景练习 创新破局质问的学习 好了 我们来到了今天的思考题 在工作中向上级寻找帮助的时候 你可能会遇到以下几种比较极端的情况 比如上级气愤地说 这种小事你自己都不能处理吗 每件事情都要我告诉你们 那还要你们干什么 还可能上级不耐烦地这样说 你都考虑周全了吗 没想清楚之前别来找我 当然上级也可能一直忙于其他事情 每次找他 他都说 哦 我很忙 请你等一会再来找我吧 那请结合本节课你所学到的方法 以及你的思考感悟 谈谈你该如何应对 欢迎你在评论区和我互动你的看法